又到理財資訊站的節目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林修榮 今晚我們是現場直播的節目 一會兒 我們會接聽大家的電話 大概是8點 答5 我們就會接聽 打進來的問題 我們一會兒見 歡迎你收看理財資訊站 我們這個節目是現場直播 而且我們這個節目 是完全沒有任何商業的色彩 一會兒我們就會接聽大家的電話 歡迎你打8006166220 過了年又是報稅的時間 大家知道今年是新稅制 新稅制做了不少的改變 除了大家的稅率會減低之外 無論是個人免稅額 或者是標準扣稅額 都做了相當重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這一輯 和下一輯 我們都會在節目的初段 來跟大家講一下 有關於新的稅例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會一會兒回答大家短訊進來的問題 因為我們有大概半個小時的時間 開放我們二線電話 歡迎你一會兒打電話上來 即時跟我們聊聊天 這個節目除了我之外 我還有跟我一起主持的 Rachel小姐 是詩浩文小姐 我一開始就先跟她來聊聊天 其實我這次要跟你聊天 就先考考你 看看你對美國的稅務制度的認識程度 是怎樣 第一個問題 是不是人人都要報稅 我想應該不是人人都要報稅 如果你沒有收入 或者是你收入不超過你個人的免稅額 應該就不需要報你那一年的稅 我說人人當然不是BB 很小的那些 做事有收入的人 你說不是一定要每個人要報稅 如果有收入需不需要報稅 如果他收入不超過他個人的免稅額 就不需要報 OK 適合了大半 有收入未必一定要報稅 因為有免稅額 所以如果收入不超過免稅額 他是不需要付稅 不需要付稅 不報稅局也不會吵 但是其實有收入的人 應該大部分都報 就算他的收入不超過免稅額 他是有可能可以在政府手上 是拿回稅 即是那些退稅 抵稅 那些 還有 你做事他有預先扣起一些稅 如果你不用報稅的時候 扣起那些稅 你就想拿回 所以 有各種的原因 其實有些人是不需要報 他不用付稅 但是他都應該報 因為有好處 有稅就拿回 第二個問題 考你了 你有聽過1040報稅表嗎 除了是1040報稅表之外 這個1040還有沒有其他報稅表 都叫做1040 我知道有1040A和1040EZ 都是比較簡單的稅表 可能是收入不超過一定限制的人 可以用那些表來報 但好像他的稅務減免是少一點的 是不是 他是給那些簡單的報稅 那些是叫做短表 1040A、1040EZ 不過你也是適合了一半 因為 這是2017年之前 就是這樣的 今年 就連稅表都改了 今年只有1040 那個1040是很短的 不像以前那樣 是兩頁只滿了 他只有半頁 但是 他就用很多 Schedule 你有什麼收入 Schedule 1 2、3、4、5 就把那些收入 報在Schedule那裡 然後把最後的數 報入1040 所以1040就變得很簡單 變得很短 而且這樣一改 就沒有了1040A、1040EZ 今年人人都是報1040 只不過你有什麼收入 要報多少的Schedule 又考慮第三個問題 報稅的限期是什麼時候 4月中 4月中 OK 我知道如果你個人 有需要的話 都可以申請到延期 好像半年6個月多的時間 半年6個月 OK 有4月15號 有10月15號 是嗎 好 適合了大半 大半 還有就是海外 有些人是 住在海外的 海外的 報稅限期 是6月15號 所以一般人是4月15號 你申請延期 可以去到10月15號 但如果你是這段時間 你是住在海外 你就自動可以 得到兩個月的延期 即是6月15號 那他再延期六個月就是12月15號 他沒有得延期 沒有得延期 他就是6月15號 我們開始來看看 有些報稅方面的資料 近年底 第一個問題 很多人會問 就是我需不需要交預繳稅 所謂 預繳稅 美國這裡是要你一邊做事 一邊賺錢 一邊就付稅 你不可以說 我完全不預繳 你到年底報稅的時候 年頭報稅的時候 那時候才付稅 他有可能會罰你的 你如果打工 雇主會一直跟你扣 但是 如果你是 賣了一些投資 有一筆收入 你這個沒有扣過稅 有些人就 怕了 如果我賺了錢 我不給預繳稅的話 就會被稅局罰 但是其實很多人 他今年突然收入多了 他不需要擔心 因為他會在一個 三個安全港 其中一個 第一個安全港 如果你今年 你自己交入也好 雇主扣你稅也好 你交的稅是你去年 你的稅的100% 那你就不用怕了 如果你去年的收入是 15萬以上 那你就要今年 預扣了 預給了 110% 那你就不用怕了 第二就是你今年的預繳稅 如果是你今年要付 你那個稅款的 90% 那就可以了 第三就是如果你今年要補的稅 是不過1000元 那你就不會被罰了 所以很多人 如果今年特別是有多些收入的時候 他很可能 就在這三個安全港 其中之一個 他就不需要擔心預繳稅 但是如果你需要預繳稅的時候 你用那個表格 就叫做 1040ES 你可以網上下載 然後填上你要 保交或者預繳稅的金額 你寄進去 那就已經可以了 好了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我們稍後回來 繼續為大家講解 這些 報稅的資料 歡迎你收看理財資訊站 我們在這一節 繼續為大家講有關於報稅方面的資料 近年尾你就會想 我今年有什麼辦法可以再減稅呢 還有10天時間 沒有多少事你可以做 你能夠做的 只有捐多些錢 或者最近股市跌了 有些虧本貨你可以賣了 今年用來扣稅 另外還有10天時間 你還可以考慮 放多些錢 在那些延稅免稅的工具 我們逐一來分析一下 首先是慈善捐獻 慈善捐獻是否可以扣稅呢 未必 因為今年 標準扣稅額 是大幅度提高的 個人 12000 如果結了分共同報稅 起碼是24000 過去你用逐項扣稅 包括用慈善捐獻 扣稅的朋友 很可能今年 你是會改用標準扣稅額 就算捐多些錢 你都不會增加到你的扣稅 但是如果 今年你都用逐項扣稅 你在這10天 做多些捐獻 就可以幫你減低 你要付稅的收入 捐獻的日期 大家就要留意 就要在12月31日 或者之前 如果你是捐現金 或者你寫了 你一定要在12月31日 之前寄出去 當然你這張 一定的日期 要寫12月31日 如果你是用信用卡的話 你錄卡 又要在12月31日之前錄卡 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捐股票 就要看一下你的股票 現在大多數人都是股票 叫做streetname 即是那些股票不是 有股票在你手 賬戶就是 在經紀行 你那些股票 其實是用經紀行的名字 streetname 那些你叫你的經紀行 將那些股票 轉到受贈機構 只要你 付出這個指示 在12月31日之前 你也是當今年的捐獻 但這裡 有一點巧妙 就是 你將來的扣稅 金額 用什麼日期定 就不是你捐出去那天 你12月31日捐出去 就要看那個受贈機構 什麼時候收到這些股票 那它是會有收據給你的 就根據它收到那個日期 就看那個股票 當時的市值 就用那個 來購稅 第三樣想大家知道的 就是 有些 朋友 他過了70歲半 他每年 要做那個起碼的提取 那個RMD 那麼他如果過了70歲 他是每年可以有 10萬元 在IRA裏面 或者在其他退休戶口裏面 拿出來 他是可以直接 由那個經紀行 由那個退休 賬戶的負責人 捐去你指定的機構 那時候呢 你就不需要為那一筆的提取 來當成收入 這個是叫做QCD Qualified Charitable Donation 這個呢 就令到這一筆錢 不用成為當年的收入 你連扣稅都不用扣稅 那筆 收入 是不出現在你稅表上 跟著我們要看一下 出售虧蝕的投資 最近 股市不是那麼好 跌了 如果大家手上有那些蝕本貨的時候呢 你只要在12月31號之前 是叫經紀行和你賣出去 就算那個交易 是完成 是在 2019年初才完成 都不要緊 你只要給出那個指示 在年底之前賣出去 就已經可以了 你就要注意你那個扣稅的金額 扣稅的金額 當然就是你那天的市值 你的市值 但是呢 如果你的股票呢 是短期的 即是你持有期 是 不過一年的時候呢 那 你那個扣稅呢 就只是按你的成本價 你就要留意了 那個 只是成本價 另外呢 大家就要注意那個 Wash Sale 即是你賣了有虧蝕的股票 如果你30日之前 或者30日之後 是買回同樣的股票的時候呢 那麼那個虧蝕就不可以在今年扣稅了 這個在年尾的時候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你過了一年30日之內 你很喜歡那個股票 你就10月31號賣了 你30日內買回來的時候呢 你這個虧蝕就要放進你新買回來的股票 或者基金上面 那就不可以 是即時扣稅的 大家要留意 好了 增加延稅呢 就放多些 401K 403B 你可以和你的公司商量下 可不可以 最後這期糧呢 是和你扣多些放下去 等減低你的收入 如果你有參加那些所謂 High deductible的健康保險呢 那你就有資格是開HSA 這個開了 你就可以 用這個來扣稅 這個是健康儲蓄帳戶 那麼最後呢 就是 考慮呢 是不是將 一些退休金 包括401K 包括IRA 就趁著今年 或者你的收入 今年不是那麼高 你的稅率不是那麼高 你就將它轉了 做Roth IRA 那麼這個呢 也是要年底之前 你就要做的 好了以下呢 我們看看 今天 這個星期 那些的經濟數據 大家都知道呢 近期的股市那麼波動 跌了那麼多 跟聯儲局 今年加了四次稅有關 我們看看 Fed Fund 就升了 0.25 Primerate 又升了0.25 現在是5.5 而11月那個經濟前 前度指數呢 又升了0.2 所以那個經濟 是沒有問題的 經濟還在增長 而第三季的GDP呢 現在修正的數字出來 是減了0.1 都有 上一季都有3.4%的增長 而消費者的情緒指數呢 亦都是高 11月 達到98.3 這個呢 在現在年尾購物季節 是相當重要的 好了 我們再來看一看 30年固定房貸利率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這些利率 其實沒有什麼升到的 即是現在房貸 利率似乎 沒有跟著聯儲局的加息 是上升 反而這個禮拜 是還跌了些少的 好了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我們一會回來 我們會解答一些短訊入來的問題 一會見 歡迎你收看理財資訊站 在我們未開始解答短訊入來的問題之前 有兩樣東西是告訴大家的 第一呢 就是我們這個節目是逢星期日晚 5點半 是重播的 第二呢 請你通知在外周 即是不在灣區 不在灣區的 觀眾呢 他是可以上去 sbtv.com 在那裏 星期五晚 即時收看我們節目 然後呢 我們的節目的 錄影 也都會放在YouTube上面 大概是 星期一 下午 挨拳的時候 就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 也可以上去我 譚天雪地的網址 那裏呢 是可以看的 好了我們這一節呢 就是要回答一些 觀眾短訊入來的問題 請Rochelle 讀出來 我就盡我的能力 來為她解答 好 這個禮拜問一些稅務的問題 第一題想請問林先生 如果外國人在美國 賣了這間屋 那他的稅率是多少 有什麼注意事項的 他賣了呢 他的capital gain 就要報稅的 他用那個稅表呢 就是1040NR 那個2018年都應該有的 他的稅率呢 一般呢 就是30% 上下 但他賣那個物業的時候呢 因為他是外國人身份 所以他那個預購稅呢 就已經扣起了30% 所以如果他單純只是賣了這一道 他的物業呢 他不報稅呢 都OK 因為他扣起了他的稅的了 那麼有很多外國人呢 他就不報了 扣起了那些稅就當給了稅的了 那麼稅局也都不會走到外國追他 所以他就要計一計算了 如果他按30% 賺了來計算 是多過他的預繳稅呢 那麼他就放棄了他的預繳稅就算了 但是呢 如果是少過的話呢 那麼當然他就報稅 他拿回給多了 即是預先扣起多了的稅呢 就將他拿回來 寄完之後 報稅方便的話 就是1040NR NR NR 好 那下一聲請問林先生 他說 我除了在加州之外 在不同州都有投資出租屋 請問報稅的時候 是不是加州和其他州都要一起報的 是啊 他是加州居民呢 他就一定要報加州稅 他而且呢 加州稅呢 加州就好像聯邦那樣 他在其他州其他地方的收入呢 他都要報在加州的稅表上面 但是他如果在其他州呢 他有給了州稅呢 那為了不會給雙重稅呢 他在加州報稅的時候呢 他就會用一個 Schedule S 他就在那裏呢 將在外州給的稅呢 就是拿一個 Tax Credit 來抵消他加州那裏的稅 那麼呢 除非呢 加州的稅率高過外州呢 那麼他就有 突出的那個 就要在加州那裏給稅了 就是他 所有的收入呢 他都要給加州稅 但是他外州那裏所給的稅呢 就可以在加州那裏來抵消 用Schedule S Schedule S 明白 那下一題他想請問 超過55歲的人士 一間屋換一間新屋是可以 房屋價值不超過5%的地稅可以雙地 那他說如果現在是兩間屋換一間屋的話 可不可以這樣 扣地稅呢 這個是有問題的 因為呢 他是自住的屋 換一間自己住的 他自己只能夠住一間屋 他不可以住兩間屋 另外那間屋呢 是他的second home 他不可以把那個都混合 所以他就是自己住的一間屋 去換一間自己住的屋 如果那個價錢 不超過那個限額 他就可以申請 把舊的地稅 轉到新屋那裏 但是不可以兩間屋轉出去 不會有兩間自住屋 不會有兩間自住的 下一題上請問 我的年收是差不多2500 我的女兒的年收是8萬元 如果我們兩個 我跟她一起連名 買樓 會不會影響他的納稅率的下降 會 會幫助他 因為呢 你一起借錢 一起買屋 又給地稅 凡是在那個屋契上面有名的人 他都可以用來扣稅的 那甚至呢 他一個拿了 稅局通常都不會吵你 應該就是一人一半的 但是你說 我不倫 我不拿 那些供款是他供的 地稅也是他給的 所以他就 拿了來扣 稅局一般都給你的 但一定他是要業主之一 所以他這個情況 可以幫高收入 單身的那個女兒 因為他的稅率比較高 由他來扣是著數很多的 他只是兩萬多元收入 他的稅就算要給也很低 所以他這個行得通 即是說高收入是拿回低收入的人的稅率 不是 他不是拿這個稅率 他是他高收入 但是因為他有得扣稅 變成他那個要給稅的收入就減低了 哦 好方法是不是 那下一題他請問 如果從國外帶回一萬元的美金 那報稅的時候要填什麼表格 什麼表格都不用填 如果只是一萬元 就是他 拿錢進來的時候 他就要報了 他要不就是空中小姐給他一張藍色紙填 要不他就下機之後 就在那些kiosk那裡 就要回答那些問題 他入境的時候 過海關他一定要要報這些 但是他那個報了拿錢進來就不用 報稅的時候不用報 好了 我們這一節又差不多了 我們一會兒回來就開始 接聽大家打進來的電話 我們的電話 是800 616 6 220 我們一會兒回來 開始 接聽大家的電話 我們回到理財資訊站 我們回到理財資訊站 我們現在開始 就接聽大家 觀眾 打電話上來的問題 提醒大家 你打電話上來 要聽著電話 你不要看著電視 因為時間上是有少少差別的 第二請大家問問題的時候 盡量簡潔 我們盡快回答這個問題 給予多些時間 其他的觀眾 可以打上來 今晚第一位是廖小姐 廖小姐你好 是我呀 是你呀 你好呀 林花 你好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我是台灣進來的新移民 剛剛入境兩個月左右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新移民是何時開始要報稅呢 你有沒有收入 你這兩個月進來有沒有做事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你今年完全不用報稅 你如果進來有些人 4月5月進來 之後他有做事 他就需要報稅 但是他可以選擇 只是報他進來 在美國賺的錢 之前那些他可以不報的 他第一年是有這樣選擇的 但是你如果是來了 你這兩個月沒有做事沒有收入 你今年是不用報稅 明年你開始做事開始有收入 然後在後年的年頭 才為明年報稅 所以暫時你不用報稅 好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我先生今年55歲 他在台灣 明年初才入境 我想請問一下 他那個退休金 如果他是 一次 零齊了那些退休金 全部退回來 是 4萬美元左右 那他入境後要報稅 他最好是入境之前 正式成為移民之前 他就拿了 他不是美國納稅人 所以最好是他未來 他來了之後 他收這筆錢 就要報美國稅 那就麻煩很多 所以最好是他未來之前才拿了 然後 才入境 才做這裏的永久居民 我們來聽聽 黎太的電話 黎太你好 你好林先生 Mircelle 你是東智快樂 我想問一問 我2007年 做了一個 Leaving Trust 我2008年 我在銀行 做了一個 Line Credit 同年 我跟 阿納米德監持 借了錢 我那次聽你說 他們會 我怎樣才知道 他們有沒有 在維產信託 拿了一間屋出來 維產信託 拿了一間屋出來 你做了信託 你擁有你那間屋 你用信託型的身份 擁有 為何會拿了一間屋出來 對不起 我說得不清楚 因為那次聽你說 借錢 他們會 動了信託 可能我聽錯了 我明白你所說的 我現在想請問你 我這樣的情形 我怎樣可以知道 有些銀行 有些銀行 不肯借給 用信託來擁有的人 少數 有些銀行 那些銀行 就懂得跟你在那裏 拿了出來 然後做完貸款 他就跟你放回信託 但是先幾年 因為他們很忙 變了有一些銀行 他就忙得太 他忘記了 他跟你拿了出來 做完貸款 他就沒有跟你放回信託 你 做這個 貸款的時候 有沒有聽到他說 我要把他拿出來 他不肯借給 信託人 你有沒有聽到他們這樣說 沒有 因為我英文不好 我只是看看 適合他要求的 我就簽名 還有他搞錯了 你很容易 你很容易 你去你 你去你 Recorder's Office 那裏 你看看 有沒有 一個契 是將你 是由 那個信託 那裏 是拿了出來 如果 如果只是拿了出來 但沒有一個契 是放回去 那你就要做 我應該怎樣做 你 因為 我跟他借了錢 整屋 借錢 怎樣都不要緊 如果是拿了出來 沒有放回去 那你就要做一個契 放回去 這些你找律師幫你做 你找一些服務社幫你做 亦都可以 很容易 一個quick claim 放回去 那就行了 我們來聽一下趙先生的電話 趙先生你好 趙先生 Yes 我也是 是呀 輪到你了 趙先生 OK 我想問一下 你那些老人 請人做工 需不需要買這個 意外的 保險費 假如他要拿現金 我應該怎樣做 你是不是透過政府的白卡 社工給你多少時間 然後請人來服侍你 是不是IHSS那些 不是呀 我要自己付錢 你自己付錢 OK 你自己付錢 你請那個人 你就要付1099 你一年裏面給他多過600元 你是要付1099給他 他是你的僱員 你最好是 不買那個因工受傷的保險 雖然他不是你的employee 不是你的僱員 你不買都沒事 他只是一個獨立合約人 但是如果他不是一間公司 你去 叫公司請他 來的 是他自己私人 他如果在你那裏跌倒 那些 你就要自己負責 但是你跟他買了那個 Worker's Camp 那 他什麼事你都不用負責 因為 有那個因工受傷 保險 來補了他 所以我覺得 你應該是買那個 然後 你年尾的時候 你是要付1099給他 讓他是可以報稅的 我們來聽一下 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你好 Hello 林先生 你好 你好 聽不聽到 聽到 李小姐 請你撐住 我撐住你 我看漏了時間 我們要去買賣廣告 接著回來 我就會接聽你的電話 歡迎你收看 李財資訊站 剛才我是聽李小姐的電話 我現在接她 李小姐 你在嗎 李小姐 你好 林先生 不好意思 請你現在問 我又是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報稅的資訊是 Head of Household 我的年薪 大概是 我想我今年 大概是五萬 或者五萬五左右 我的兒子 在UCLA 是全班學生 是第二年 去年 他沒有收入 我就不需要報他 今年他告訴我 他大概有六千 到七千 或者甚至八千 這樣的報稅 他是under我的 我應該怎樣 報他的 他的 他的 不應該放在我 絕對不放在你那裏 絕對不放在你那裏 你報稅就claim 他做Dependent 你就可以Head of Household 他有收入 他是需要報稅的 他沒有稅要付 因為就算他是你的Dependent 他自己都有 一萬二千元的 標準扣稅額 他的收入 不過一萬二千元 他是完全不需要付入息稅的 但是 很可能他做工 雇主已經和他扣起了一些稅 他報稅 就是自己報 然後他報稅的目的 就是要拿回 那些預先扣起的稅 是完全不報在你那個報稅表上的 如果我是做Turbo Tax的話 我是file的時候 我是做Head of Household 我另外 是不是再跟他做多一份 是他的 沒有錯了 沒有錯了 他是做多一份 你做他的時候 他問你這個人是不是人家的Dependent 你就要答是 他那個報稅表 很簡單 我聽不清楚 他如果問你他是不是人家的Dependent 你就要答是 但今年其實不是很大分別的 因為以前 如果他是Dependent 他就沒有了那個個人免稅額 即是那4,050元的個人免稅額 但今年已經沒有了個人免稅額 所以他報稅和你報稅是差不多 他用Single Status 他有12,000元的標準扣稅額 他報稅就是拿回他的稅 你要分開來報 千萬不要報在你的報稅表上 我們來聽聽黃太的電話 黃太你好 你好林生 你聽到我嗎 是聽到很清楚 請你問 我有一個出租物業 但是交給管理公司全部打理 現在他叫我填W9 form 我看那張form 裡面有我social security的號數 我覺得不是很安全 我有什麼其他選擇 他是幫你管理物業 你整個物業都信他管理 收了租又是由他把租交給你 所以你應該信得過他 如果你有任何原因不信得過他 你就不要找他做你的管理人 他為什麼要你 W9要你的公卡號碼 因為他要付1099給你 他收到那些租金 他年尾他要出張 明年他要出張1099給你 1099上面 他是要擺你的公卡號碼 所以你一定是要給他 W9就是你給你的公卡號碼 他要放在1099那裡 你是不是去年才開始用他 今年才開始用他 所以你是第一次面對 你沒有收過他1099 但你一月你會收到他1099 因為property manager 他是要發出1099 告訴你 他跟你收了多少租金 然後等你報稅 所以 你應該信得過他 你應該給他的 好 我們多謝這位聽眾的問題 我們來聽羅先生 羅先生 你好 你好 羅先生 羅先生 你好 我想問一件事 我的兒子在外國 以前他住了十幾年 他在那裏做過 他要報稅美國 他是報名的 你每年都要報稅 你的兒子在美國還是在外國工作 在美國工作 在美國工作 在外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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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在這裏有一間屋 沒有 他在外國有一間屋 自己賣 做公司 OK 好 他現在 賣了家照 他現在 賣了錢 他拿回來 不用報稅 錢 出入 就不用報稅 錢出入 也不會產生收入 他在外國 他每年都有報稅 是嗎 是 他賣了他的房子 是嗎 是 而他在外國住的時候 在那裏自住 是嗎 住了十幾年 OK 他有25萬免稅 他是單身還是結婚 結婚 他結婚 兩個在那裏住 他有50萬免稅 在外國的住宅 和在這裏美國的住宅 是一樣的 他報足稅 他現在搬回來美國 他帶筆錢回來 錢出入美國是合法 亦都不產生收入 所以 這個不需要在報稅上來報 他拿筆錢 他買回家 購買房子 不用報稅 他買和不買都沒有關係 他的錢帶進來 錢是他的 他喜歡 進來買房子 他喜歡租屋 這個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不牽涉到收入 亦都不牽涉到 他是要報稅的 好 另外一個問題 Living Trust Living Trust 我小時候幫他做Living Trust 我自己的屋 以前很曬 他十幾歲 現在已經值得 的租款 Living Trust 沒有上升 我就需要上升 你說他的Living Trust 還是你的Living Trust Living Trust 或自己的屋 你是說你的Living Trust 是嗎 他已經很小 但他已經大了 Living Trust 他已經很小 18歲以後 你的Living Trust 是否指定他做繼任信託人 不是 你只有這個兒子 如果是我死的 我朋友幫我 如果我的朋友沒有 我的兒子 如果18歲以後 就給他們 OK 我不是聽得太明白你說 你的信託 如果你 最主要是兩班人 一班是誰是你的繼任信託人 一班是誰是受益人 如果這兩班名單沒有改變 你是不用再做過信託 但是如果 你的繼任信託人有改變 或者你的受益人有改變 你就要重新做過信託 好了 我們這一節 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 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接聽大家的電話 歡迎你收看 《理財資訊站》 我繼續來接聽大家的電話 我們下一位 是方先生的電話 方先生你好 你好林先生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我有一個自住物業 在1997年 新屋買回來的自住物業 2008-2009年 我將它租出去 直至到現在 如果我收回它 住兩年 再賣了它 我是不是可以 取得免稅額 你這個情況 因為你一買回來的時候 不是租出去 你是自己住 所以你就不受 2009年 先租後住的 新稅例 影響 因為你 買回來自己住 後來才改變用途 所以你這個情況 整個資金 都可以用你的 25萬一個人 一個業主 去免稅 但是你出租那段時間 你的折舊 你可以用來折舊 那個數 那個數就要重新 那個是你唯一要付稅 其他的資金 全部都可以用你25萬的 去免稅 另外 我認為一個問題 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 有一間出租物業 他是2012年買入的 一直都是出租的 他就想過一年 想做1031 exchange OK 然後他就想 立刻搬進去住 因為他退休了 但是 根據你所說的 最好就不好 起碼也要報兩年稅 起碼一年 起碼一年 如果他立刻搬進去住 他的1031 就死定了 他起碼要一年 在一年的報稅表上 看到有租金收入 最好就兩年 最穩妥兩年 但是你說 我一定要很快改變用途 起碼一年 是 問題就是 因為上次你有提過 如果 他這樣的情形 如果他搬進去住 就仍然都要計算 舊的那間 那個年份 由2012年 開始計算 是嗎 由他最初有出租物業 開始計算 所以1031 交換是可以給你 延遲 為那個capital gain 報稅 但是他不是 和你將以前的出租的時間 縮短了 所以他賣的時候 因為他前面是租 後面是自住 當他搬進去住兩年 那時候 他的情況 就和你剛才的情況不同 因為他前面是沒有在那裡住過的 他是先租 後住 變成他就受那個2009年 那個稅例 影響 好 我們來看看 余女士的電話 余女士你好 你好 林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有個問題 是想問 因為我們現在是 first homebuyer for VA loans for fulfill FHA loans 和普通的perforial loans 有什麼不同 因為他們需要的 單批民 的媽媽 是很小的 但是 我知道他們需要 MIP的 批民 是啊 你建議 你建議 first homeowner 如果首期 20% 如果不是 足夠的情況下 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是 做了 FHA loan FHA loan 他的 單批民 麽 是 tylko3% 是3% 3% 4% 左右 那你就要買 MIP 而他的利率 也不是說 低於其他人 它唯一 通融你的 就是 那個 單批民 不用那麼多 但是如果你能給 当你给到20%的下费的时候 你不用用FHA loan 你可以用平时的 loan 那你的利率可能更好些 FHA loan不便宜的 只是下费不用那么多 所谓Portfolio loan 就是那间银行 要是放在自己的Portfolio那里 它就不是卖出去 不卖去Genie Mae Fannie Mae FHA 要是自己保持 要是有些投资者 比如现缩公司 有些有钱的基金 它有一些Portfolio loan program 它就可以有些宽松一些的条件 因为卖给Genie Mae Fannie Mae 它的条件一定要符合才行 否则不然它不跟你买 所以就要看你的情况 你可不可以放到20%下费? 如果20%下费 但是如果不足够的20%下费 但是我们的帖子不足够 它的FHA loan 是不是也要查收入? 要查收入 要查收入 FHA loan唯一的好处 就是下费可以低些 所以如果足够15%下费 你也有机会借到平时的贷款 不过你不足够20% 通常你就要买PMI 即是Private Mortgage Insurance 所以要查看你的情况 所以要查看你的情况 我查看你的情况 但是现在 好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陈女士的电话 陈女士你好 嗨 林生你好 你好 我想问你 我估计过税 是拿到低收入奥巴马白卡 但是今年 我们有一份 打你我妈的老人的收入 我计算了 你妈妈是否和你住的? 和我住 和你住的收入隐形了 那个收入不算 哦 那我需不需要报税? 你只有那个收入? 不是 你还有其他收入 你要报税 你要报税 你有没有填一份 叫做self certification? 在哪里填? 他有没有给你一份 他如果给你一份 以前你自己申报了 我照顾那个人是和我住的 他就直接不放在W2上面 那你报税 就不用勾他出来 但是你留意他寄给你的W2 如果他的W2第一格 那里有收入 你就要报那个收入 但是因为你妈妈跟你一起住 你就可以报那个收入 但是把它勾出来 那你找人报税的 是吗? 是 我说他不用钱的时候 不用钱他都知道了 因为这个已经是两年了 他都知道了 那他就不放在税表上 或者他放在那里 勾出来 在那个总收入那里 就不见了这笔数了 那时候呢 或者你没有了这笔数 你就符合白卡的要求 那你报税的时候呢 你去确定他 你提醒他 如果他不知道这个税例呢 你叫他来找我 或者你给email我 我就会告诉他 应该怎么做 好 眨眼睛呢 又到我们理财资讯站 最后一个环节 我继续来听下一位 是张女士的电话 张女士 嗯 按不到他这个 好 那我试一下呢 按一下环女士 环女士你好 你好 林先生 哎 请你问 我呢 自己在加州 就拿白卡的 我呢 就 在另外一个州 我就买了一间房子 又没有过去住 又没有出租 我现在就上中那间房子 卖了 就去加州买回 不知道怎么做 你多少岁呀 我54岁 OK 所以你拿的是低收入白卡 他不看你的资产 所以你可以有出租 有其他东西都OK 只要你的收入不超过就行了 好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我现在 我在另外一个州 买了一间房子 是 我听到 没有租过被人 又没有过去住 OK 我现在就 我现在就 在那边的房子 上去买 就过来加州 那边 拿着我女儿 去买回一间房子 我买房子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在那里住 我那25万的免税额 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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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没有 你没有在那里住 那25万免税 你要在那里住了两年 然后才可以的 你都没有在那里住 怎会可以的 我说在另外一个州 都要在那里住 才可以的 你在哪里都要 你在香港 在大陆都要 所以你一定要 要符合那两年 五年里面 即是卖屋之前的五年里面 你又住了两年才可以的 你不符合那条件 那你赚了的 就全部capital gain 但你其他的收入很少的 是啊 你是单身还是结了分 我结了分 我结了分 你先生有没有收入 很少 很少 你们两位加上 你们两位加上 有多少收入 二万七到 二万七到 那你现在赚了多少 买这个 赚五万元 五万元 因为我25万买 现在三十万 现在买三十万 不用付帅 因为你长期增值 你在十万元的总收入里面 你都是 那个税率是零 你要报 这个收入是 是要报 但是呢 你的税率是零 因为你其他的收入 那么低 你可以有成 大概七万元的 长期增值 都是免税的 所以好消息就是 你不符合 那个所谓 一二一 那个免税额 但是呢 你因为你的收入低 你还有空间呢 是有这个长期增值 有成七万多元的长期增值呢 那个税率是零 所以你是不用付税的 好 那我就来听一下 谢谢 李小姐的电话 李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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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生 你好 你好 请你问 我想问 我想问 我一年内 我正说收入四百多元 虽然需要报税 我是1099 1099 多少钱收入 多少钱收入 四百多元 四百多元 四百多元是吧 嗯 四百多元 一年内 我正说收入四百多元 就是超过四百元 超过四百元 就是说我第一个月 我出支票你七十五元 多少钱 不要紧 超过四百元 你就要报税 因为你要付那个自雇税 那个自雇税 你如果四百多元 你付几十元 但是你是要报税的 他有付了1099 你吗 工资还没给我的 他没给你 可能你收不到1099 因为1099 是要超过六百元 他才要付1099 但是你自雇的收入 超过四百元 你就要付那个自雇税 所以你报你的税表很简单 你就是报你的四百多元 然后你要有一个Schedule SE 来到计你的自雇税 你付几十元自雇税 这样就可以了 你只是这个收入 你够不够六十五岁 没有 你只有四百元收入 他还有几十元给你 所以可能 你要付那个自雇税 就抵消了 但是你不要付钱 你去找那些免费的地方 来到报税 OK 如果我先生 我先生有报过 他有收入W2 form 那你就拿着他报 你就报你的四百多元 只是报你的四百多元 你要付一个自雇税 只有几十元 你要付一个自雇税 好了 那我们今晚就很快去 我们就听完电话了 我们今晚的电话 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太顺利 但是我们已经时间就够了 我今晚就会飞去古巴 经过侯斯顿 所以下个星期我就不在 所以大家把电话给我 我都收不到 因为在古巴 听说那些互联网 就好像我们几十年前 在香港 初初的时候 要订阅那个Modem 很慢 我相信我未必能够 有互联网的服务 我和我的大仔 是飞进去古巴 下个星期 我们星期五晚 照样有节目 不过我已经录影了 下个星期请大家照样 上来收看 我们多谢你 收听又希望大家 有一个很愉快的圣诞节 我过了年后 再回来和大家主持节目 再见